而我們只是驅逐對台灣主堂武力統一的人 所以台灣其實是非常友善 市民的快人快語其實在網路上受到相當大的歡迎 尤其是昨天對禮物的一個部分要拿快走 你怎麼看這樣一個網路上的反應 我想網路的朋友大家也都注意到 各即使新聞也都關心國家尤其維護台灣自由民主開放 台灣的網路就是可以自由表達意見 你看看中國就不是這樣 而你看台灣人李明哲只是在網路上發言 就被中國關了五年 而我們只是驅逐對台灣主堂武力統一的人 所以台灣其實是非常友善 同時我們也特別呼籲國人同胞要特別注意 中國已經啟動九二共識統一台灣進程的台灣框案 一定會從各種方面不斷的侵入 並且會在網路上用假信息 用各種假資料來分化離間台灣人民同胞的感情 醜化政府希望大家也在網路上 多多運用新科技有力防範 才能保護台灣的民主自由